拿起油漆 画上色彩 平凡的塑胶水桶 马上就变成了充满艺术感的道具 这里是淡水的护花艺术工坊 为了在10月5号即将来临的采接活动 量力登场 各个社团都紧罗密鼓地在制作道具当中 也让整个艺术工坊充满热闹的气氛 感觉非常好玩 主要是我们这一群兄弟姐妹 大家都是相挺 为这个会礼的一些道具 做一些衣服 我觉得都很好 可以 应该是很辣 我们今年那个采接活动是在10月5号 然后我们淡水护女会 它是用民俗活动 然后是以世界各国的民俗风情 我们是以韩国的 然后我们是以最夯的奇妈舞的舞曲下去活动 然后应该我们是礼拜二的早上时间 做采接的活动 因为我们道具来不及 现在剩下大概两个礼拜道具来不及 所以我们就利用今天礼拜三的时间加班 这次的采接以异国风情为主题 在采接艺术家的指导之下 每一个社团都选定一个国家 要来呈现该国的特色 而妇女会打算用韩国奇马舞来炒热活动气氛 而声势协会则是选择了马达加斯加 要来呈现精彩的丛林生态 是中华民国声势协会淡水分会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马达加斯加生态活动 那我们都很高兴 能够来这里参与这个活动 能够把这个文化气息带给大家 为我们那个淡水增光 拿起剪刀细心地将环保蔬菜 变身成为充满异国风情的服装道具 淡水采接活动即将在10月5号热闹登场 各个社团不但要拼人气 更是要比创意 努力的准备就是希望在活动当天 成为全场的焦点 记得宠播淡水采访报道